好 接下来这个中东目前的局势 我请张将军来帮我们讨论一下 美国国防部6月28号 已经把加萨的临时码头 移到了以色列 好 这个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英国的未报6月28号 有说英国质疑管辖权 可能会导致国际刑事法院 延后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等人 发出的逮捕令 当然国际法专家很担忧 英国此举就是出于政治动机 好 另外呢 现在以哈廷火协议迟迟迟敲不拢了 美国媒体有报道说 卡在所谓关键的第八条 跟以色列要加萨去军事化有关 现在传出美方有积极要重新措辞 希望双方能够点头 这个就是要缓和 但是问题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 没有办法 他们是没办法聚焦 以色列一定要他整个加萨 整个加萨通通360 这个360平方公里的土地 通通非军事化 那他的哈马斯组织去哪里 那就没有办法了哈马斯组织在那边的话 统统都缴戒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 这个想要完全非军事化 可能性没有 我认为没有 没有 所以冲突还是会继续 然后北边的那个 我们黎巴勒的真主党 在这一方面 他也会在那边威胁到 以色列的战略一侧 变成这个样 你看有时候炮击 有时候他的无人机 也会对以色列的北部的驻军驻点 甚至他的那个 要去诱发他的 这个铁琼系统 消耗他的弹药 因为那个 这个黎巴勒的真主党 在这一方面 也是很积极的在行动 那所以以色列考量的 对以色列来看 长久下去对以色列来讲是不利的 因为他整个的经济 农业 工业 都受到半停顿的状态 那对他的国家发展 对他的国力 对他人民的生活 所以跟纳坦雅胡他面对的 不光是国际上给以色列的压力 他面对内部的压力 那内部压力的话怎么去解决 而且他的战争内阁 很多的部长都挂罐求去 对纳坦雅胡来看的话 也是很大的政治上的压力 那所以那个哈马斯组织 也看到以色列的短板 他也继续富与王抗 总有解套的一天 因为时间越推越久 对纳坦雅胡的压力会越大 对以色列的经济来看 也会有沉重的影响 所以哈马斯也看到这一点 那继续王抗下去 同样的北边的黎巴嫩 珍珠党也看到以色列这个短板 时间是站在他们这一边 并不是站在以色列这边 因为时间一耗越久 对以色列来看负担就越大 而且以色列认为说 他的弹药还不够了 美国你给他那么多了 美国现在的停运 如果你没有遵守到 美国所提出来的 这个和平协定的这些内容 那以色列 那个美国对以色列这方面的 军火上的资源 是有限制的 那对以色列来看 也是这方面也是有压力 那同样的 埃及这方面也会 对以色列这方面 也会有一些政治上 甚至在军事上 也会有一些压力 所以以色列面对的 不是他只是这个哈马斯组织 他面对的是周边 这些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的国家的压力 所以以色列面对复合式的压力 不是单纯的压力 哈马斯组织面对的只是以色列的压力 所以条件是不一样的 其实现在中东国家 包含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塞尔维亚 购买中国武器的例子是蛮多了 这一回是埃及向中国买了 12架的歼10C的战机 并且对以色列发出警告 他们说埃及的军队 可以歼灭45万的以色列的军队 埃及总统有说了 中东不应该陷入新一轮 前所未有的冲突当中 国际社会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当然我想问张将军的是 包含了埃及 还有包含了沙特等等国家 也相对来说 也为中国武器打开了新局面 对不对 对这个埃及像在20年前 2005年就像中午大陆买了教练8 就是K8 教练8他自己国内的称呼 那外销的话就叫做K8 K8的话他卖给埃及卖了80架 后来埃及又加购了40架 总共120架 但是埃及摔掉一架 现在埃及只剩下119架 这个K8教练机 有教练机了 这是喷射攻击教练机 他可以在平常的时候做训练 然后在打仗的时候 他也可以变成一个对地攻击的飞机 那有了教练机 教练8 那现在要买这个迁舍机 刚好就直接就接轨了 你教练机都非中国大陆的了 你现在这个迁舍机 迁舍机是改良型 跟F16跟美国F16是同等级 那这样因为埃及的大部分 有一半以上都是美式系统 包含F16 它F16有210架 那都是美式系统 但是有一半是像原来的俄罗斯 还有法国 法国的幻象 还有RAFA的战机 埃及也有 所以埃及的话 它算是一个 它的国防算是三个国家都有 你包含的美国 包含法国 包含俄罗斯 那现在像中国大陆买了 那像中国大陆买的话 要买千石西 那千石西的话 他可能要除了买千石西 我认为他买千石西1 后面加一个1 更军型的 又买最新的 你买旧的干嘛 所以可能像中国大陆买千石西1 然后这个样子他能够说 发出警告 埃及能够签灭 以色列的四十五万大军 我认为这个 它是鼓舞士气 鼓舞士气 因为埃及毕竟国土大 国土大的话在新奈半岛 但是问题是 以色列的空房是蛮严密的 不管铁熊系统 还有它空中的战机 还有它地对空的飞弹 以色列的空房是很严密的 但是埃及经过这五次中冬战争 埃及都吃了亏 它整个空军就被以色列的空军 在地面上就把它做摧毁 就把这些主力 空军的主力就给它做摧毁 那当然它要报仇 那报仇的话 原来上先在新防上 先鼓舞一下市区 但是也不要去小看 以色列 以色列的 它现在是征兵制 以色列的征兵制 所以它军力很强 它不是光只是 47万能够戒兵制 它有80万后备部队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是蛮强的 在目前来看的话 算是战力完整 如果要对以色列 也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威胁 同样的这个稀土问题 我也请教一下将军 因为大陆公布了稀土管理条例 将会在今年10月1号施行 换句话说 现在其实呢 这个稀土已经变成国际间 一个很关注的焦点了 这个稀土的话 不是光只是单纯的天然资源 或者是经济上的矿源 是一种战略资源 因为所有的潜舰航天 就是航空的这些 这些我们讲的这些设备 也包括了飞弹 也包括了战斗机 都要用这些稀土 那你甚至还包括了 我们讲到的这个发电的设备 也要用稀土 那稀土的话不是天然资源 那它如果管控的话 会管限制出口 对美国的这种航天 航态的工业 都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而且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开采技术成熟 开采技术成熟的状况之下 成本相会的降低 而且对环境污染的管控 比较严整 那美国也有很多稀土 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的技术 开采技术上 是落后于中国大陆 而且对环境污染的破坏 会比较严重 那美国在这方面 采取比较保守 那就要依赖中国大陆 依赖中国大陆就可以卡脖子 让你 你要进口之后 我管制 因为这是战略资源 不是经济资源 不是天然的资源而已 已经变成升格为战略资源了 所以中国大陆有这一方面的优势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